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穷人必穷的第五课 讲的就是穷人基本上是甘于平淡 愿做很低阶的工作 那基本上相形之下 富人他是老是想打破一切限制 那如果我们用美国的比较通俗话来讲 基本上来讲他们就比较 会比较富有的人 他们都有作弊文化这种概念在后面被支撑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就长袖善舞 那人际关系非常好 那基本上看到他跳到一家公司 又一家公司越跳越高 老是这样跳来跳去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就做到很有钱 那有一天我就要跟他聊天 他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这种A段班不懂的 他说为什么我们这种A段班不懂 因为我们通常学生分两种 一种是功课很好 然后很自然你在面试都不会有问题 另外一种是功课很烂 那他面试当然他就可能就过不了 那过不了的很有可能他就做低阶的动作 但是他说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是那种下面人看他不起 可是上面人会很欣赏的人 各位懂这意思吧 所以这就出在一件事情上 他说有一次他去某一家大公司面试 那第一次面试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已经给刷下来了 可是第二轮面试的时候 他竟然还给人家冲进去 那各位很难想象吧 因为通常第二轮面试的时候 可能是只剩下五个 突然算一算人数为什么是六个 可是他坚持要进去 人家也没他办法 也终于让他进去了 那后来也真的只有他录取 这个东西蛮有趣的 那这个东西在讲什么东西 他事后跟我分享 他跟我讲说其实很多东西 很多大公司他面试的时候 会有第一轮面试 跟第二轮面试 跟第三轮面试 每一轮的面试 面试官都不一样 所以很有可能前面的一些 比较属于人事部门 资料部门刷掉的人 其实都是可以让后头经验的人 那就因为他有这种坚持 基本上他说他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做 就是不愿做所谓的低阶工作 他也不愿意平淡过一生 他就是要闯 他就是要试 他就是要改变一切 改变现状 甚至打破一切限制 那后来他也真的撞到了 那所以说我们是用一种对比的想法 就是说也许在我以前的话 我其实站在一种穷人的观点 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好好念书啦 单一工作啦 然后循规道举啦 甘于平淡啦 甚至于我们今天讲的 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想积极拓展人脉 那相信之他他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后来的时候我也渐渐懂了 我也就比较习惯于 会开始接触一些人脉 开始会跟人家social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社交 那开始会试着去挑战一切事情 甚至去打破一些限制 所以这就是心态的转换 在此跟各位分享 更多有趣的经验 请各位参考 自在法派这本书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